小王子,我的家乡,每样东西都很小,据飞行员说,小王子的家乡是在一颗叫B612的星球上,这颗星球只有小王子和他心爱的玫瑰花,当然,还有小王子的板凳,一座紫火山和他的炉灶,两座火火山。 小王子每天坐,在他的星球上看着日升日落,自由且孤独的流浪着,宇宙深处即有一颗在流浪的星球,他叫318.522,属于气派流浪行星,是一位自由侠,他有着红色的外表,质量约为12.35乘以10的27次方仙客,至今已有1200万年,但是他并不耀眼,相反他非常黯淡。 之所以说他是自由侠,是因为他从来,不需要围绕别的恒星专动,他的系统中没有主恒星,这颗星球是在夏威夷的毛衣岛上由Penstaff1,PSE广域寻天望远近观测而到,坐落于摩歇座方向上,在会加速Data星群上移动,距离地球有限15光年,因为没有需要围绕的恒星,所以他自由的穿梭在宇宙中, 他是神秘的,仿佛是披着红色仿沙的人,朦朦胧胧的,让人看不清,摸不透,如果把星球比做一个人,那么PSE318.522,就是一位自由侠,他年轻,孤独,美丽而神秘。 尽管是流浪行星,但是也有存在生命的可能,因为流浪行星周围可能存在着庞大的卫星群,气态流浪行星与卫星之间的潮汐作用可存在热力,所以就有可能存在细菌等微生物。 不知他里面是否有一位小王子居住着,毕竟,世界之道无奇不有,更何况是无边无际的宇宙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